来咯,周年秘境第一关,周年挑战黑吉 先来查看一下本关的任务奖励 十星是不够的,超人要挑战十五星 勾选一下任务 植物的伤害降低了,卡槽只剩六个 僵尸速度增加了,骑兵类植物不能带 僵尸的攻击也提高了 场地左边两列不能种植物 死神僵尸的血量提高了,丢出的骨头增加 影响最大的还是收取阳光减少 由于勾选了难度三,僵尸全部是五阶的 这应该是第一次在秘境里出现五阶僵尸吧 骑兵类的植物都已经被禁了 那超人随便选一个阵容,先试一下看 果然呢,收取的阳光好少啊 这样看的话,消耗阳光多的植物 基本上连上场都没有机会啊 而且如果是这种难度的话 植物等级比较低的小伙伴 基本上没有办法满星通关啊 而且这个周年秘境连能量斗和神器都禁了 我觉得这一点设计的太好了 这才是真正的植物弹的僵尸嘛 植物弄得那么强 僵尸设计的那么弱 还有神器来帮忙 游戏就没有什么挑战性了呀 诶,等等,情况不对 我怎么让太前家僵尸走得这么远来了呀 不行了,这一局绝对过不去了 重新来过,超人调整了一下阵容 骑兵类的植物被禁了之后 很多爆炸类的植物都不能用 但是有一个植物可以用 那就是爆炸坚果了 阳光消耗有低,冷却又快 绝对是通关的主力选手 向日葵歌手可以暂停场内僵尸的行动 金履梅女巫伤害又高 还可以把僵尸变成喷菇 再加上卢慧一师的辅助 这个阵容超人有自信 绝对能满星过关 卢慧一师灭掉火把 金蝉菇直接把僵尸给吞了 有向日葵歌手和卢慧一师在 金蝉菇消化得很快 再来一个金履梅女巫 上把金蝉菇继续吞噬僵尸 不管你是多少阶的僵尸 金蝉菇都可以把你们消化掉 看看这个吞咽的速度 金蝉菇心想 难道我不会累的吗 没想到我还能被这样用 爆炸坚果负责阻挡 埃及巨人僵尸 只要冷却一好就丢出来 埃及巨人僵尸 虽然可以秒杀爆炸坚果 但是伤敌100自损8000 不过必须承认 不愧是5阶的巨人僵尸 这个血量真的是厚 要换成4阶的僵尸 这么多爆炸坚果 早就把它炸没了 好的 成功消灭掉了一个埃及巨人僵尸 有金蝉菇和向日葵歌手 一起产出阳光 即使阳光收取减少70% 也不需要担心阳光不够用 现在要重点解决 这两个埃及巨人僵尸 不过还好 他们靠在一起 爆炸坚果爆炸的伤害 是可以直接打到 两个埃及巨人僵尸的 再加上我种上一些炮灰植物 阻挡一下他们前进的脚步 等爆炸坚果冷却一好 就赶紧放出来 好的 这一下直接消灭掉了 两个埃及巨人僵尸 别忘了 我还有向日葵歌手 可以暂停僵尸的行动 即使是强如埃及巨人僵尸 也一样被歌魁给暂停 暂停时间到 爆炸坚果好 上场就引爆 炸的僵尸凹凹叫 好的 又炸掉了一个埃及巨人僵尸 就剩最后两个了 非常优秀 就剩最后一个了 不是吧 没阳光了 还好埃及巨人僵尸被减速了 爆炸坚果一炸 歌魁暂停 赶紧阻止他 太漂亮了 金履美女物 超人获得了胜利 直接领取本关的奖励 不得不说 这个秘境还是很好玩的 非常有挑战性 超人已经开始激动起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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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